小丛丛有大聚会 看到大嘴蛙 开心 无限 笑哈哈 上一集 我们带大家认识了金属岛热 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今天又有怎样的精彩呢 登场见识 小丛丛 怎能没有大嘴蛙 哈哈哈哈 啦啦啦啦啦啦啦 清真的露水最新鲜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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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真的露水最最甜 哇 真漂亮啊 是豆豆咪的声音 豆豆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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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啊 我是闪闪啊 豆豆咪 我怎么找不到你啊 你别飞来飞去了 豆豆咪 咯呀 哎呀 总算找到你啦 你不是多多蜜 你好 你是谁呀 我叫蜂鸟 今天第一次到这边采花蜜 你好 我叫闪闪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蜜蜂 还以为是多多蜜呢 但好像又不太一样 你看起来很特别 闪闪 我不是蜜蜂 我是一只鸟 什么 你是一只鸟 我不信 闪闪 我真的是一只鸟 我不是一只鸟 很好 哈哈哈 开用闹闹转转转 遇到问题我们转转转 一起看 一起想 一起想 答案就在我们眼前 自己看 一起想 就让我们一起 转 啊 说自己是只鸟的蜜蜂 真是奇怪 对呀对呀 它明明是只蜜蜂 却说自己是鸟 看 就在下面 等等我 那里那里 哇 水花好香啊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鸟呢 可它偏偏说自己是只鸟 只要有问题 就会有的安 沈沈 如果它真的是一只鸟 就一定会有鸟才有的特点 你们看 我的翅膀拍的速度很快 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 就和其他小鸟一样 可是嘟嘟咪 我记得小鸟不是这样飞的呀 它们是这样 是这样 小鸟应该是这样飞的 我去看看 你们翅膀发出的声音很像 是很像 是很像 可是我真的不是蜜蜂 我是一只鸟 这个 这个 哇 好吃 为什么它会说自己是鸟 很好吃呀 不管了 吃蜂蜜 真好吃 哇 真好吃 我们蜂鸟啊 生来就喜欢喝花蜜 一生都离不开它 蜜蜂也最喜欢花蜜 还会把花蜜采集回来 养造成蜂蜜 我们一生都离不开它 嘟嘟咪 我们真的很像啊 是啊 所以 你不是一只鸟 而是一只彩色蜜蜂 这 看了我的飞行能力 你们就会明白 我真的是一只鸟 哇 好棒啊 好棒啊 多多蜜 它是不是好厉害呀 蜂鸟飞得很棒 对不对呀 蜜蜂都能这样飞 看我的 嘞 된 嘞 我们连飞行能力都很像啊 所以 你真的不是鸟 肯定是一只蜜蜂 你就认了吧 有证人了 那只大鸟可以为我作证 证明我是一只鸟 跟我来 这位朋友你好 我想请你为我作证 告诉我的两位朋友 我是一只鸟 不是蜜蜂 好吗 这位朋友能帮我作证吗 什么 你说你是一只鸟 哪有你这么小的鸟 你也是一只鸟 你怎么能连我是一只鸟都看不出来 他说自己是一只鸟 笑死人了 我一定会证明我是一只鸟的 喂 蜂鸟 你去哪儿啊 其实做一只蜜蜂也很好的 我不是蜜蜂 我是一只鸟 我要找证据证明给你们看 什么 证据 他在说什么呀 都 都都咪 凤鸟呢 别说了 快跟上 喂 都都咪 等等我呀 证据证据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是一只鸟呢 嗯 有了 彩蜜 蜂鸟最擅长的就是彩蜜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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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要说笑了 哪有鸟喜欢彩蜜的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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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蜜有什么不好的 我一定能找到证据的 若是这么说 到底要用什么来证明呢 那是什么 原来是一根羽毛啊 羽毛 羽毛 有了 我终于找到能证明我是一只鸟的证据了 多多蜜 你说蜂鸟会拿出什么证据给我们看呢 不知道 它真的是一只鸟吗 可是怎么看都不像啊 多多蜜 闪闪 我回来了 你们看 这就是我说的证据 一根羽毛 它可以证明我是一只鸟 蜂鸟 这根羽毛是 还有这个 这是我身上的羽毛 你们仔细看 它们其实是一样的 多多蜜 真的耶 这真的是鸟的羽毛 嗯 确实只有鸟类才有羽毛 我们虫虫是没有羽毛的 你还真有鸟的特点呢 怎么样 这回 你们信了吧 哇 让我看看你身上的羽毛 哇 蜂鸟 你真的是一只鸟 我一直以为你身上长的是和我一样的绒毛 原来它们是一根根的彩色小羽毛呀 蜂鸟 蜂鸟 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鸟啦 谢谢 谢谢 这次终于证明了我的身份了 原来鸟也可以跟蟲蟲一样吃花蜜生活呀 那我们交个朋友吧 哇 太好了 我知道那边有一大片花丛 我们去喝下午茶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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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了吗 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类 它们喜欢吃新鲜的花蜜 拥有十分高超的飞行本领 下一集我们会讲鸽子的故事 鸽子是被誉为永远都不会迷路的 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这是为什么 下一集我们会为大家详细解答的 千万不要错过 小虫虫有大聚会 快乐的一天又要开始咯 小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开动脑筋转转转的吗 上一集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了 有关蜂鸟的奇妙故事 这一集 冲冲村又有什么样的精彩内容等着大家呢 让我们马上去看看吧 一颗种子 什么声音 不 你 你是谁啊 别过来 我可是很厉害的 我是武林高手红眼 红眼你好 我是信哥 要去远方送信 经过这里 需要在这里休息一下 信哥 你就是传说中的信哥 听说信哥永远不会迷路 论多远的地方 他去过一次就能找到 这这家伙怎么看也没有我机命 说到认路 莫逢人可是大便冲冲针无敌手 信哥 要留下来也可以 不过呢 我想要跟你比试比试 我们俩到底谁认路的本领最强 比认路 我可不想让人知道 我欺负你 大话谁不会说呀 认路要看实力的 赢的人可以获得尊贵皇冠 怎么样 这皇冠好丑啊 能不能不要啊 还不是你的呢 另外 还有重重圈的著名经典 食堂边的免费纳粮 行 比就比 大仙 插插眼睛 拍拍手心 交上伙伴 看谁勇敢 一起寻找这快乐的答案 好了 这是终点 现在跟我来 我们找一个空地 然后出发 谁能第一个回到终点 拿到棋子呢 就算谁赢 好了 停 等下 听到 预备 跑 我们就出发 好啊 那我们就开始吧 预备 走转 公眼 你还没喊跑呢 奔赞鸽子 鸡子是我的啦 鸡子是我的啦 定位 旗帜的方向 我赢定喽 我赢定喽 哦 棋子在那儿呢 呦呼 红眼 你怎么现在才到啊 你 你怎么会比我快呀 我啊 研究了一下重重村的地形 你看 这是我的路线 这是之前你带我走的路线 你绕了很多路呢 哦 是啊 在这里不应该再拐一下 那条路也 什么什么 我才不会输呢 什么直路弯路的 那是你运气好 笑什么笑啊 我 哦 刚才那句不算 我要跟你再比一场 再比一场 再比一场 哎呀 公眼 我们都绕了半天了 到底好了没呀 哎呀 急什么呀你 哎呀 不就是找个起跑的地方吗 喂 你怎么这么没耐心啊 哼 哎 红眼 好了吗 没有没有 你快跟上 哦 哎啊 嗯 鲁眼 在那儿 我的头都晕了 哦 han lk子 我的头都晕了 啊 他啊 嘿 жить enthusiastic allemaal sincere tamanho pinky 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了好了 快过来吧 七点就在这儿 来了 你看上去好像很累 不会 不会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吧 我数到三就起跑 一 三 这个红眼 真是的 这次我赢定了 看你怎么追上我 累死我了 红眼 我都等你很久了 怎么样 这次输得幸福口福了吧 好吧 你赢了 哦 皇冠 是你的了 谢谢 池塘在那边 不用指路了 我能找到池塘的 定位 池塘 啊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是太累了 嗯 没关系 我凭直觉也能找到池塘 哦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池塘不在这边 唉 再试试看吧 定位 池塘 好 啊 怎么还是不行啊 得去那边找找 太过分了 凭我红眼的能力 居然会输给一个陌生的家伙 嗯 难道 其中有诈 啊 怎么还是在这儿 难道 难道我又错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哦 迅哥 你在干嘛呀 现在的你 不是应该在池塘边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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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散步 嘿嘿嘿 现在就去池塘边 这边才对 这边才对 迅哥这是怎么了 这次误会有错了 什么人 是你呀 迅哥 难道你还没走出去 才 不会呢 迅哥 认输吧 你根本不会认路 还是走不出去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还要去送信呢 可能我真的像红眼说的那样 凭运气才能找到路吗 什么永不迷路 全是骗人的 你好 我是多多蜜 你怎么了 愁没哭脸的 我叫信哥 世界是这样的 哦 这样啊 别去哪 只要有问题 就会有答案 多多蜜 怎么了 我明白了 鸽子脑中 有一个类似磁体的东西 能与弟子改应 所以鸽子能辨别方向 而不会迷路 但是 如果给鸽子头上 带上铁线圈 等容易被磁化的金属 鸽子就会迷失方向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呦 你感觉好多了 怎么样 舒服了吧 嗯 试一试 往池塘 定位 哇 找到路了 哦 太好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金属皇冠 我才分不清方向的 好了 那你又可以送信了 我走了 好 谢谢你嘟嘟咪 友好 送信去咯 永不迷路的新歌 哇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的动物 嘿 是不是很想跟大嘴蛙一起 见识更多有趣的知识呢 嘿嘿 下一集我们会讲有关车轮的故事 大家要想一想 为什么所有的车轮都是圆形的呢 下一集我们会告诉大家答案的 记得要看哦 是的 哈哈哈